加州财政部发布了关于该州人口的最新预测 就发现2060年的加州人口数量仅有3951万人 低于2020年的3952万人 另外还有40%的加州人正在考虑离开 在三年前加州财政部还预计2060年的人口为4500万 仅仅过了三年预计人口数量就出现了549万人的变化 而2020年至2060年 洛杉矶线人口预计将减少170万 根据国税局的资料大量富人出走 加州在过去一年移出的税额高达3亿4320万元 加州是美国人口最多的州 也是人口密度最大的州之一 由于有着世界级的经济体量和飞速的经济发展 再加上接纳全世界的移民等因素 在疫情之前相当的时间里 加州的人口都在不断增长 然而在疫情到来的2020年 加州人口首次出现了下降 也就是从这一年开始 加州居民开始大规模的外迁 数据显示 从2020年1月到2022年7月 超过50万人离开了加州 并且离开的居民数量远高于迁入的数量 人口统计学家指出 这种人口外流可能对未来产生更深远的影响 因为迁徙的居民带走了他们的孩子 也就等同于带走了加州的未来 加州的人口下降也导致了另一个严重后果 那就是在联邦层面的话语权 由于人口减少 加州在2021年失去了一个联邦众议院席位 这也是加州自1850年建州以来 首次失去一个众议院席位 如果人口继续下降 那么加州很可能会失去另一个众议院席位 加州非盈利组织的一项最新民意调查显示 超过40%的加州人正在考虑离开 生活成本的不断升高和社区环境的不断恶化 以及激进的政策是导致人口流失的主要原因 高收入者迁出可能减少就业机会 因为他们往往是企业的决策者 数据显示 加州已经是全美纳税最重的州之一 仅所得税一项的税率最高可达13.3% 为全美之罪 高通胀带来了物价上涨 街头暴力的不断加剧 越来越多的流浪者营地 大麻类产品的肆意扩散等等 都在驱赶着人们离开 近三分之一的加州居民表示 加州的自由主义政治 加剧了他们离开的冲动 中天中望 专利报道 中文字幕提供